那跑回圈里面呢 我们要抓到 这个城市里面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 做什么事情 其实 在 这个城市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去 利用那个 利用这个 JQMobile里面有一个Agents方法 他可以去帮我怎么样去抓到网络的资料 并且做什么事情 Data Type是一个Jetson档 如果说抓资料成功的话 他会丢到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称叫做ShowData 就是ShowData其实就是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个方选 叫做ShowData 然后呢会把他的Data 抓到的资料 顺便放在这个Data的 这个这个物件里面 那我们可以藉由这个物件里面 去抓到他底下的相关的栏位 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底下 我Data里面呢到底放什么东西 栏位名称到底叫什么名称 你会发现这边不是有个Displace ADDR 然后底下还有很多个栏位 如果说你不能了解资料的话 你可能看不懂这里面到底要写什么 所以第一步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刚我讲过 就是说 第一步呢 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复制下来之后的话 我希望能够转成什么 转成有规则的Excel 那转成规则Excel 就各位看到啊 转转转的结果 但你可以写VBA 比如那个资料 也是其实也可以怎么样 在VBA里面也可以做 你据成档VBA也可以去把他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 去分析那格式 最后呢 放下来就是这些资料 总共有几笔呢 各位给他Ctrl向下 173笔 对不对 然后呢他的栏位名称叫什么呢 他的栏位名称我先把他的那个 筛选先取下好了啊 其实他栏位名称 第1个就是Name 就是这个栏位 里面的话放的资料 第2个是 他的一个什么呢 他的一个什么业别 什么开楼 这个那里面基本上应该都是旅馆业 好像没其他的 好 那第3个就是这1个 饭店的什么呢 他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个TrafficInfo TrafficInfo里面好像这个是应该是交通的什么 资讯啊 不过基本上呢都是空的 再来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边有个栏位叫什么 Dispress ADDR 有没有看到 刚刚抓了就这个栏位了 所以你根本如果看不懂这里面到底在 杰森党的结构是怎么样 你恐怕后面的东西你可能做就会有问题 然后里面的话 再来就是什么 一个 Dispress ADDR 再来就是一个什么 POI 底线ADDR 特别注意 这什么POI 这实际上 跟前面的那个什么Dispress ADDR是address 也就是指的是什么 他的地址 可是你会发现 地址已经有了 为什么他在 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地址 你会发现